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只有岩漿的世界 說起來你可能不會相信 但是我站在這個壁雷增上 不會被電到 沒有錯這邊閃電發電呢 我自己站在上面卻不會被電到 這邊旁邊的那個天氣站是可以增加 這個電量的吸收 欸等一下有一隻殭屍走出來了 喔 你知道我這個鎬子有多強 我已經把上次的工具把它升級成這個 電氣鑽石了 電氣鑽石跟這個火焰鑽石的鎬子 到底速度差哪裡呢 來看一下 耐久大概差了4倍 火焰鎬子是這樣子 其實很快了 然後電氣鑽石 有再快一些些其實不明顯 但是真的有快 可以發現有再快一點點 這鎬子真的很猛欸喔 我這樣鑽石鎬完全情何以堪 我的鑽石工具幾乎都可以換掉了 這個就換了這個也都不用了 直接用這個 然後斧頭 斧頭也可以換 全部都變成這個電氣的系列 那劍 這個劍很強喔 看一下這把劍 這個劍包有沒有什麼特殊用途欸 看一下 這把劍的速度呢是 1.6 攻擊是14 砍到快的嚇死人 可是我現在也沒什麼怪可以砍 我們現在開始在 喔我在生殭屍跟牛了 也沒有殭屍跟牛 威力14的話大概就是兩刀 兩刀會死 砍不到人 沒人給我砍 這個陷阱的傷害其實意外的好高喔 因為其實有些血量還蠻高的 這個傷害真的很高 那我現在就有皮革 因為有點缺皮革啦 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好像是一個村民的靈魂 然後跟某個東西合成之後呢 好像可以重生新的村民 這是死者復甦的感覺吧 目前材料很多 啊這個箱子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裝備會佔位置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分類的方式 那另外這個火焰鑽石它可以燃燒的是 煤炭的100倍 也就是說這一顆等於煤炭100顆 很誇張 我們基本上燃料就是無限 這個材料非常的簡單 只要鑽石跟烈焰桿就好 這些都可以快速的做出來 所以燃料 像是這個 這個燃料放一顆下去 就是燃燒很久很久很久 啊這個還是不行 這個還是要普通的燃料粉 不過我們東西其實都燒完了啦 沒什麼要燒的了 好等於要燒東西 我們就用這個火焰鑽石吧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發展任務了 接下來我們已經把 啊這個順便完成了 建築小斑手給我一顆蛋 等一下有一隻怪 欸 嗨 嗨 沒有打我欸 是打不到我還是怎麼樣 欸 沒有打我 欸 它是虛弱嗎 這個人是不是 噢虛弱 這個殭屍虛弱到爆 然後它完全碰不了我 就這樣是來搞笑的嗎 一刀 喔 斷頭了 一刀直接斷頭 唷 還在噴血 那這個建築小斑手 就是方箭蓋東西的 像這樣一排 然後就長出來 這樣子 接下來先完成等級3的諾岩 這個諾岩要 鑽石小豬豬 再來是終界之眼 然後這個電氣鑽石 OK 材料準備一下 然後電氣鑽石之後 我發現還有一個更強的是 終界鑽石 這個是綠色的欸 這個綠色的鑽石來看一下 一樣有斧頭工具 然後劍的話 傷害似乎更高 哇 是20的傷害 我們這把劍原本只有14 這個是20 太誇張了吧 綠色的終界鑽石 監聽的諾岩等級3 這個效果是8倍 我來換一下 這個把它更換 有了 那下面要多一個欄位可以增加了 現在血量可以存64萬公升 任務完成 這邊會給我一個選擇欸 你要選什麼 這邊有建築材料 啊這都是建築材料 可以讓你選一個 建材喔 好看的 這個台子還不錯 好 再來這個 這個是奧術水晶 這個水晶怎麼來的 來看一下喔 喔 把電器鑽石拿去合成 鑄血喔 哇 這個鑽石再鑄血下去應該很強 我們先把4個放進去 喔速度還蠻快的 好 那這個有什麼用 這個嘛 要拿去磨成粉 這邊任務完成之後又送了建材 到底要送這麼多建材幹嘛 我又沒有要蓋房子 這個 這個有燈籠欸 好吧 放一個燈籠 再來這個是 暗物質 這個也是暗物質 跟之前的那個等價交換不一樣 我們要做出剛剛磨成的粉 加靈魂紗還有原木 以前的靈魂紗要用這個核心去轉換 但是我們現在有三階的弄鹽之後 直接沙子鑄血就變靈魂紗了 這樣子就可以合出這個奇怪的樹幹 那這個再拿去燒 這個燒一燒變暗物質還蠻奇怪的 蠻奇妙的東西 啊好像要三個欸 我們還要再做一個 那這個暗物質有什麼用呢 可以做一個神秘匕首 然後這是什麼 符文框架 奇怪的粉 很奇怪的東東 看起來很強 暗物質完成之後呢 又送獎勵 到底要送多少 再來要做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神秘的東西 這個是復仇的穿刺透鏡 看起來非常的複雜 要有一個鏡片 呃 這一個中間 中間這個是什麼 中間這個戒指 呃 好 這個要做成戒指 然後戒指再變一圈 擴大一圈 然後上面的鏡片 鏡片的話是玻璃加鐵 欸為什麼就變鏡片了 變成圓形的 這好像是鏡片球欸 這是一個球形的 再來下面這個 這是一個在瓶子中的腐敗像素 那腐敗像素怎麼得到呢 這邊又用做一個空瓶子 那這個像素可以合成 這個要用這個奧素粉加 唉呦 黑暗的靈魂 這個黑暗的靈魂是怎麼來的 這個是什麼 有一個普通靈魂再加粉 讓它墮落欸 變成黑暗 這個是把之前的稻草人屍體 拿去燒 變成這個回憶 這是我們跟稻草人之間的回憶 再來這個粉 哇 這是要鞍巫子再加奧素 然後這個是 終界珍珠的碎片 然後合成 變成這個腐敗的粉 這邊一步一步來 我們先來把靈魂紗燒成靈魂 裡面的原本的可愛的小白色靈魂 接下來我們來做玻璃瓶 再來把被壓爛的稻草人屍體 拿去燒 拿去燒 等一下一直飛回來 燒一下 燒一下 好 然後變成愛心 變成了回憶 再用這個便衣黏弧做出疙瘩 最後把這個邪惡的墮落粉 來完成 完成之後來做出 黑暗靈魂 那接下來墮落的像素還需要羽毛 羽毛 欸我們在這世界其實還沒拿過羽毛耶 這個我們要養雞 我們直接把這個生怪雞 把雞的靈魂放進書中 那這靈魂其實有點小麻煩 每次要一直裝一直裝 那每一種生物都要做一本書 這個是比較他麻煩的地方 然後全部裝滿好了 這個其實我們剛剛的怪物也生完了耶 沒再生了 你可以看到已經滿了 其實就是消耗很快 這個書要一直補 但這個補要手動去補 就小麻煩 但它這個數量真的很多很快啦 欸怎麼還有一隻 小村民 殭屍在 這邊怎麼卡在這邊 不會動耶 怎麼會在這裡 哇這怎麼這麼耐打 到底死了沒 有一個殘像 死亡的靈魂還在這啊 跑不掉啊 打不掉他 不理他了 我們先來把雞 好放進去 然後殭屍的書換回來 OK這邊還要再補一下 喔已經聽到雞的聲音了 雞肉掉下來了 OK 哇我們這邊的食物也越來越多了 我們現在血量其實也變多了 因為食物 然後吃越多種類 就是血量又增加 我們需要的是羽毛兩根 這樣就完成墮落的像素 完成之後呢 再把瓶子放下面 然後把像素丟進去裡面 完成了 再把它拆掉 可以做好了 這樣子做好透鏡的一個材料 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戒指呢 先來合成戒指 然後再擴大一圈 有了 然後上面的兩個透鏡 透鏡鐵加玻璃 這個我們要兩個 再做一個 好這樣就有了 那最後的材料是這個 海鱗碎片 現在沒有耶 這個的話 遠古深海守衛 海鱗石 海鱗石去轉換 冰塊 冰塊轉換成這個 那綠色的核心呢要光 好這個光 捕捉的光 加上這個 綠色的泥土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核心了 綠色泥土 加上光 然後再 種子 有了 那接下來要冰塊 冰塊的話 這個機器又要啟動了 好久沒有啟動它了 這個嘛 這個呢 借一下 好放到這邊 然後繼續讓水去結冰 然後來升級一下 那現在的絲綢之處棒棒 這個我們任何物質 都可以絲綢之處的拿起來了 冰的話 其實本來就可以了啦 前一階就可以了 像雪塊 也可以變成雪塊 雖然沒什麼用 OK 總之我們要有冰了 綠色核心 加冰塊 然後再加上 綠色的元素 OK 海鱗石 欸 海鱗石 完成 這個再拿去磨 磨成粉 這樣子就獲得 所有的材料了 來完成這個 復仇穿刺透鏡 聽起來很厲害 到底是什麼用途勒 唉唷 等一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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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是說 按著右鍵可以發出 復仇的殺人光線 這個掃到應該是 應該會直接死吧 殺人光線 好吧 我們這邊要找一些怪 來試試看 我這邊近距離的 燒安德的角角 也沒效耶 它看起來並不是 傷害 沒有直接的傷害喔 沒有效 這樣子好繼續來完成任務啦 這邊又得到了素材 好 再下一個任務 復仇的精華 這個精華咧 看起來很厲害 但是 怎麼來的呢 這個精華它說 這個復仇的靈魂會掉落 欸那復仇靈魂是誰啊 今天找到邪惡工藝的一台機器 這個是靈魂復活機 它說可以復活這個 復仇靈魂就是你了 那這個嘛 來看一下 嗯 合成方式很簡單 這邊做一個血液注入器 加上其他材料 這個是鵝卵石 鵝卵石就可以了 我們自己放 那有時候不支援 這樣自動放 有了 靈魂復活機 加上血液 直接放這 灌血灌血 那裡面要放什麼啊 這邊看一下說明書 好像要放入雞蛋 它會把雞蛋裡面 注入靈魂的樣子 這邊我們要先拿到雞蛋 只是這個陷阱我們要先暫停一下 這個 安德先 下去 我們先把這個洞堵起來 我們先等一點雞蛋 不要衝動 OKOK 我整個被小雞包圍之後 終於獲得一點雞蛋了 有四顆 這個蛋沒辦法量產 這個只能用這些雞去生 沒辦法做出來 總之他們開始下蛋了 好 我這邊先留著 我看一下蛋到底能不能用 這樣我要出去 讓我出去 讓我出去 喔 下來了 剛剛好 安德一大堆 剛剛安德全部飛走了 這安德 可以做那個安德棒棒 讓他定在那邊 可是那個材料 我還沒有 那個必須要打 凋零骷髏才有耶 可是我們現在 召喚不了凋零骷髏 我們先把雞蛋 放進去 然後還要放什麼啊 左邊好像還要放入一個盒子 這個是永恆的封閉盒 這個嘛 要一個終界 欸 還要釀造藥水 這邊先來釀造藥水 這個 發酵蜘蛛眼 然後 應該直接釀就可以了吧 虛弱藥水 然後接下來還有更多的 黑暗石粉 黑暗石這個 好 黑暗礦石 這個拿去磨 這個拿去磨的話 數量會加倍 這樣就能完成封閉的盒子 然後裡面好像有一個 復仇之魂已經有了耶 這我們是放進去 有耶 放進去了 然後 雞蛋 這變出來的會是什麼 靈魂 從雞蛋誕生出來的靈魂嗎 裡面有一個復仇之魂 喔出來了 喔有一顆蛋耶 復仇之魂的蛋 阿這個蛋 阿這個魂 阿這是空了怎麼辦 這純靈魂 還要再重做一個 我不會吧 這個嘛 用蛋 應該是用復仇射線來射它吧 我們來看一下 復仇之魂是什麼鬼 我們站遠一點 復仇之魂 召喚 嗯 等一下看不見喔 復仇之魂呢 嗯 魂呢 還是我看不見 等一下還是要戴那個3D眼鏡 復仇之魂呢 沒有阿 不是隱形的 阿怎麼放出來就 不見了 這邊看起來還有一台機器 是靈魂的熔爐 這個呢 他說來組這個復仇之魂 讓他們掉落物 這個有掉落物的話 哇這還要再做一台 然後注入器再來 這個是黑暗方塊 這個怎麼來的 黑暗水晶磚 哇要這麼多喔 這邊看起來這個熔爐 好像跟Tinker有點像 就是你要鋪成一個熔爐的形狀 也是這種大型結構啦 喔有了亮起來了 要有一個完整結構 至少三乘三乘三 不曉得為什麼這個熔爐好像壞掉了 這個完全都是差 這邊照他的說明呢 是把這個有復仇之魂的盒子放進去 然後加血液 他可以做出他的掉落物 但是壞掉了 這個直接是差 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照理說我們拿到這個射線之後 應該是直接開箱 這個復仇魂的箱子 打開之後裡面會有魂跑出來 然後我們用這個射線 應該要可以打到他才對 但是我剛剛打不了欸 他直接揍我一下 終於拿到了 這個 這個方式 非常的複雜 這邊大概試一次 這邊呢 我們要做出他的復仇鎬子 他有一個詛咒 就是復仇的詛咒 這個會吸引復仇之魂 所以他還有幸運舞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來挖礦 然後剛剛挖一挖 就有這個靈魂跑出來 然後 這個靈魂好像會 附近有雞 雞死亡的話 靈魂好像就會 具體化 鎬子爆了 靈魂有沒有那邊有雞的靈魂 然後呢我先把他 抓過來 這邊有一個空的盒子 就可以把這個小雞靈魂 收進來 然後被卡住了 然後不然我這邊可以直接打 他也在嗎 他消失了 消失咧 不行他太快消失了 這邊再來挖一次 有雞的靈魂有了 把他拉過來一點 雞的靈魂 把他拉過來 收服他 巡浮 把他關到 這個 箱子裡面 有了 關上之後呢 我們再 打開 然後再用射線射他 他會被擊退 這個要擊退好幾下 這個靈魂意外的很難打 我以為這個射線只要一發就死 有了 就死掉了有沒有 然後 有掉魂 有有有有 又掉一個魂了 沒錯 這就是復仇之魂的取得方式了 好 我這邊把小雞的魂先關進去 然後再把這個盒子拿到那裡 再拿到熔爐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效 到底是不是這個魂是特殊的 好 來放進去 有了耶 有了耶 會產動物的材料耶 哇 這個就是刷怪塔 刷怪塔的一種 但是有那個復仇之魂嗎 而且這 每出來一次 都有雞叫聲 唉唷 那我們這空的魂合成出來 就是沒用耶 這就是要把它打開 然後裡面是空的 關起來 關起來 關不起來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你也抓不到它 然後等空盒子再注入這個生物的靈魂 唉唷 可是這個也拿不到覆頭之魂耶 費盡千辛萬苦 這個任務終於完成了 然後這個獎勵有跟沒有一樣 再來就是最後一個了 這個是 Gamobodia 這個發音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呢 是把這個魂 拿去注血 這個嘛 這個圍一圈 黑暗粉 OK這個我們可以馬上完成 來把這個復仇之魂 放上去 我們可以做兩個 先來把它注入 好 哇這個好慢 這個非常的慢 那最後這個閃亮粉 可以做成什麼呢 有一個 特殊的護身符 這個好像是會有 藥水的效果 然後一個最強的機器嗎 再來是 奇怪的 錘子 還有一個是眼鏡 這個眼鏡好像是可以看到靈魂的 唉 等一下 他說可以看到靈魂的世界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血肉 這好像是可以用血 當作食物吧 這邊注血之後 可以補充你的飽食度 這邊還有一個 呃 終結之種 終焉的種子嗎 終在地上會長出終焉 這個End about 是不是指終界的意思啦 這個不知道有什麼用 會不會直接變出一個 終界之門 不知道呢 這個我們看一下 之後的任務發展是什麼 完成了 終於我們第三張 完結啦 獲得又是一個這個 感動 第三張非常的困難 超多複雜的東西 但是我們終於完結了 接下來他的 第四張 第四張 就是植物魔法了 欸這邊要做出中焉的種子耶 OK看來是 還是需要做這個種子的 接下來植物魔法 大家可能會熟悉一點 總之我們第三張完成 欸第三張 我怎麼 啊這個還沒做 這個做完就是100%了 好的 那我們第三張 欸等一下 欸地獄門怎麼被打掉了 欸 這邊的地獄門怎麼那麼脆弱 這邊怎麼空手打一下 就掉了 真的假的 欸 這邊的地獄門 超脆的耶 怎麼會這樣 總之那我們第三張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接下來 大家要陪我一起邁入 第四張的植物魔法嗎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別忘了按下你的喜歡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會囉 大家掰掰